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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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沿着梦出一道光 为明天做翅膀 蓝天白云流动 在光年之中 我看星空在山洞 你看我笑得多放松 我们这样迎着风 说未来 我的梦 我的梦 超越时空冲动 你的笑容 始终守护我的星空 那枝子花绽放着 盛开在最后时光 多好望 我的梦 我的梦 又落在你的手中 云海里相逢 注定了命运之中 一起照应许之地 相约在光年之际 我答应你 吗 咱们要疼得多放松 她是让我少联系她 但是上天就是要安排我今天在电影院里和她偶遇 我能怎么办 听起来有阴谋 我让潘棋约小林在电影院 然后我就装作碰巧偶遇她 然后又碰巧和她坐在同一排 然后又碰巧和她看完同一场电影 你是怎么买同潘棋的 潘棋那个吃货 当然得用吃货界四大法宝 沙县小吃 千里香馄饨 兰州拉面 黄焖鸡米饭 怎么样 我是不是很聪明 好了 不跟你说了 我先走了 祝我好晕 拜拜 拜拜 喂 我到了 你们在哪呢 我已经跟小林在接电影院的路上了 到时候一进场 我就说孙小林时有事要走开 你就安心享受跟小林的二人世界吧 怎么样 你一会儿是不是很完美 太棒了 小姐姐 强都不服 我就服你 这样 吃成之后 我请你吃饭 想吃什么随便点 什么 就请吃一顿啊 我这么撮合你们 不得请我吃一个月啊 那当然了 一三五烧烤 二四六火锅 周日再来一顿大盘鸡 怎么样 绿主啊 小林最喜欢吃棒鸣花了 你可这样得跟她强 放心 我早准备好了 小林 你听我解释 我不想听 小林来了 我先挂啊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 不对不对 你先别挂 怎么跟计划里不一样啊 我错了 放开我 我错了 我错了还不行吗 什么情况不一样啊 哪不对啊 当作怪啊 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我去吧 广袤的荒野 凛冽的寒风 我又一次来到 光年之外的大陆上狂奔 这才是自由 这才是我从未感受过的自由 东兴邦 剪切怪 我来了 我想想 走这边 小慈 今天晚上 你会听到一个特别劲爆的消息 你又遇到什么帅哥了 帅哥倒没有 不过 本姑娘这次当了一回红娘 那那个男生长得是有多寒碴 能让你这个小花痴介绍给别的姑娘 寒碴倒不至于 不过 谁叫别人心有所属了呢 我怕晚上吓着你们了 我还是先告诉你吧 小林有可能和韩国伦 小林 你怎么回来了 韩国伦呢 韩国伦 我没看到韩国伦 那 那你手上这光 让诸位小姐姐小声一点行不行 我这边正在生死关头呢 需要一个安静点的环境 你让我来不来 我儿子 帮我来帮你帮我来 我儿子 我儿子 做托州的主角 我的ID是 杜先生 关您之外里面 没有叫做 粉红隐形世界的副本 这可能是一个隐藏副本 你们技术部的人一定知道 能帮我转技术部吗 对不起 我没有这个权限 可粉红隐形世界 是真实存在的 我现在就被卡在里面了 如果您遇到卡机 可以选择操作页面 然后退出游戏就可以了 粉红世界 老爸 是你吗 这是什么地方啊 这里不是极北大陆吗 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你是不是也踩到 地图接风掉下来了 这可不是极北大陆 这是传说中的 粉红隐形世界 粉红隐形世界 什么地方 你是全金属雪糕 大神 就带我出去吧 我还要找东兴帮 要回我的小说呢 要走我早就走了 没看到我也困在这里了吗 回到城里的记录点 就算出去了 早说嘛 耽误时间 船送门开启 怎么回不了城啊 这真的这是卡死吗 什么朋友戏啊 费我钱才推我青春 别那么暴躁 不就是困在游戏里了吗 我赶时间啊大哥 赶着去东兴帮送死 也不急在这一时啊 我只是想快点 找回我的小说 放心 我肯定有办法 看 那有人 难道又有人掉进来了 走 我们去打个招呼 说不定人家知道怎么出去呢 别过去 原来你在游戏里有一个失散多年的双胞胎弟弟啊 来麥佳 退后 有意思 要一绝高下是吧 你没事吧 叫你退后你没听到吗 可你受伤了呀 等等 我拿个恢复药给你 这点小伤没问题 果然 果然跟老爸跟我小时候讲的不一样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里的云是粉红色的 这里的火呢是蓝色的 小精灵们把雨晨和爸爸 请到这个世界里来 就是想让我们帮助他们找到丢失的秘宝 秘宝是什么 爸爸还不知道 只有找到小精灵们才知道 现在放在我们面前的有两条路 一条是小路通向棉花唐山 一条是大路通向水果宫殿 你选择哪一条路啊 水果宫殿 恭喜你答对了 因为你帮助精灵王找到了他丢失的项链 他决定送给你一颗多彩的种子 这颗多彩的种子啊 长出来的花朵是巨大的 可以用这个巨大的花朵的花瓣做成翅膀 飞上粉红的云朵 说不定啊 秘宝就在那里 你要不要种下多彩的种子啊 当然要做 嗯 不管了 先打印这个bug再说 走远点看我叔叔 雪糕大侠 好汉不吃眼前亏 咱们还是跑吧 逃不掉他 只要我们还在这个世界里 就一定会再遇到他 你何必和一个程序bug较劲呢 再这么打下去 你挂掉只是早晚的事 这里没有记录点 你死了也没有办法回主城 你就不怕自己的账号人间蒸发了 别冲动 你干什么 你要是死在这里 就真的回不去了 打一场 至少还有机会 你跟他打的话肯定不行的 你看我的吧 喂 你干什么 小心 跳舞啊 这个bug 只会复制咱们的动作 你对他好一点 他就不会打咱们了 你在干什么 看看能不能感动这个bug 我感觉对他好一点 他就不会打咱们了 这是 你看 你看 有效果了 bug兄 让我们交个朋友吧 这怎么可能呢 或许 帮助别人 建造世界 才是他想要告诉你的 有科兹子 有颗种子 彩色的种子 有颗种子 有颗种子 彩色的种子 山林 小林 快过来 快过来 怎么了 原 全金属雪糕 你怎么会跟这位大侠在一起 说来话长 我去极北大陆的时候发生了一些意外 我刚才跟全金属雪糕 被困在了一个副本里 好不容易逃出来的 和全服第一高手困在同一个副本里 这不发生点什么 都对不起老天爷特赐的艳遇啊 没发生什么呀 好吧 是发生了一些事吗 我说来听听 我已经把精力PO在游戏论坛上了 你们自己看嘛 未完成的副本困住了第一高手 这重大新闻啊 真幸福 你们看 这 这什么情况 怎么没完成 让我看看 是怎么进去的 怎么进去的 怎么进去的 这不行啊 怎么进去的 对啊 你看这老公已经出的事 真麻烦啊 我可可知道 他怎么必须消灭这个事 他怎么进去的 这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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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不散哪 全金属雪糕 夏了夏天 夏天 你们居然能逃出粉红世界 约会完了 作战失败啊 小林和黄小光 当着我的面又符合了 苍天无眼呀 虐狗也不能这么虐呀 青青紫巾悠悠我心啊 那何以解忧啊 何以解忧 买买买买 今天不是有那个 双十一秒杀来着吗 你考虑一下 天哪 这话 居然从高冷报表的陆宇辰嘴里说出来 真不敢相信 下一轮秒杀就要开始了 快快快 我又要错过了 什么 你去了粉红隐形世界 还和夏小慈一起 那他有没有认出你啊 目前没有 他还没有把全金属雪糕跟我联系在一起 他要是知道了 你就是全金属雪糕 会不会特别特别崇拜你啊 要不要我搭个话暗示他一下 你做的最好的事 就是管好你自己的嘴 哎呦 没想到没想到 陆宇辰你这个闷葫芦 居然这么会泡妞 女生又不是方便面 不是拿来泡她 我失恋 你却又艳遇 这世界也太不公平了 你单追墨小林也叫练吗 单练怎么不是练了 这已经升级到虐恋了 好扯 别影响我思考 我必须把粉红世界的原理搞清楚 要不要我帮忙 我最喜欢砸场子了 早就已经逃出副本了 何况你也不一定找得到副本的入口 是是是 我懂 全光年之外几百万玩家都找不到 就你跟夏小慈找得到 哎 好了 我现在就去双十一秒杀 双十一 我来了 刚才还失恋得要死要活的 这么兴奋 我刚刚秒杀到了五十双袜子 五十条内裤 囤货啊 打算二次创业 袜子和内裤 都属于一次性消耗用品 正面穿完反面穿 反面穿完正面穿 臭了就扔掉 所以 买再多都不嫌多 富二代的理念 果然跟我们这些凡人 不在一个境界上 放心 我有一大半 都是给你秒的 怎么样 有福同享 是不是够哥们 我是那种不洗袜子内裤的人吗 阳台那盆泡了四十八小时的东西 是什么 是谁的 肯定不是我的 是我的吗 最近实习太忙了 忘写了 又有一家瓦斯店在秒杀 你借给我 太好了 我刚刚一块钱秒到了一双瘦腿袜 据说是现在最流行的 一块钱只要一块钱 我刚刚半价买到一条裙子 他都在我的购物车里待了半个月了 我一直等着他降价 今天总算打五折 真蕾跟我说 他刚刚秒杀到了一台进口的扫地机器人 原价四千九百九十九 秒杀价两千九百九十九 以后我们再也不用人力扫地了 白富美就是白富美 一旦呀够我们满一年的了 人家是造福全宿舍 这样我们以后就不用轮班了 真羡慕你们啊 我又错过了 有家店在秒杀零食 还有两分钟就结束了 我要去我要去 秒杀到了记得分我一半哦 当是情报费了 你个吃货 再吃下去 不管你买多少臭腿袜都不管用了 苍天哪 当女人怎么这么难啊 每次买完都想剁手 但是下一次还是会买 嗯 因为 你拔完一棵草 又会长出新的草 这就叫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啊 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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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的 不把我当时看的 刚入回一个个的 我问你们个问题啊 知不知道咱们大飞哥 到底有多厉害 都不知道是不是 啊 我告诉你们 咱们大飞哥 曾经打败过 全金属雪糕 全金属雪糕 就是那个 手杀灰晋鞋神的超级高手吗 你还知道点啊 还算有点前途 大哥 今天帮主怎么没过来啊 对对对 帮主怎么没来啊 那帮主是你想见就见的呀 我先给你们讲讲那个 精险历程 这个事儿 要不是飞哥应有神我 就没有东青帮了 帮主是怎么敢走那个 全金属雪糕的 那说起来精彩了 飞哥就看见 雪糕 图谋不轨 伤了咱们好几个兄弟啊 飞哥说跟他讲讲道理吧 那孙子不听啊 那孙子简直是社会残渣 飞哥 屏着弘扬正义 就带我们上了 那一战 今天你气鬼神 足足干了两个小时 那大哥后来呢 这个这个那个后来啊 我们碍于江湖道理 不能人多欺负人少啊 我们就尊尊教导他 要好好做人 是不是啊 就把他给放了 就告诉他呀 以后不能来咱们东青帮撒野 踏入咱们底盘 是不是啊 牛皮吹完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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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红世界的奇遇 与全金属雪糕的邂逅 让我幸运的 从东青帮手里 拿回了我的手稿 至于我的小说 白大雪糕所赐 终于顺利出版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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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看的 打打杀杀 我不要看这种书 怎么连小孩子 都不看武侠了 这题材还有什么前途 怎么办 卖不出去的书 我拿什么捐款 给希望小学啊 我亲爱的室友们 你们可不可以 好好看一下书 再写评论啊 我哪有时间看啊 就我双十一 在网上买的那条瘦腿袜 什么质量啊 穿一次就破了一个大洞 上次 我正在和一个游戏男玩家见面 别人还以为我穿情趣丝袜 不是丝袜又祸呢 我跟那个卖家说我要退货 那个卖家竟然跟我说什么 说一块钱的东西 你还指望什么 你说气不气人啊 我也是 我买了一套画笔 第一次使 毛都掉光了 变成秃的了 然后我就去找卖家 他居然说 是我洗的方法不对 我现在正跟他理论呢 我买的这个扫地机器人 也不管用 总是被卡住 还不如人力拖把呢 退货退货 看来 错过双十一 也不是什么坏事 双十一省下的零用钱 加上这次的稿费 应该能够给一些孩子解燃眉之急了 希望那些孩子 能够早日完成上学的梦想 老板 买单 来啦 一共是三百五十 请拿好 好 谢谢光临 欢迎下次再来 来 走 要去哪儿啊 可以吧 咱们家味道还挺多疼的 就是不怪的 吃起来不一样 挺有意思的 但是那个环境还不错 好 湿还不错 挺好的 走 走啦 老板 我这味道怎么样 我感觉今天的水果天妇罗 味道怪怪的 怪怪的不会吧 这就是 屯汁味的特有的味道 独一无二 你之前肯定没有吃过这种味道 对不对 没有 来 送一本书 好 我们平时都看电子版 年轻人 常看电子版商业 读书还是要读纸质的 有文化 有品味 对不对 我女儿写的 夏小慈 小慈 小慈 来来来 这是我女儿 烟青大学历史系高材生 中文系 差不多 指不定哪一届的奥斯卡 文学奖 非我女儿莫属 爸 是诺贝尔文学奖 对 诺贝尔文学奖 要不如让我女儿给你们签个名什么的 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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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老板 下次晚 好 谢谢光临啊 再见 好好好 有 宋总 好好 来来来 我女儿的大作 真好 谢谢啊 回去给咱孙子 对 今天打折了吧 打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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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拿这本书 我还给你打完奖了 叔叔 阿姨 再见 我没记错的话 他们家孙子 才几个月大吧 阅读习惯 就要从娃娃抓起吗 你还在你妈妈肚子里的时候 就已经听我讲完 天龙八步和射雕英雄传了 知道吗 这对妇女啊 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做起事来那个自信的劲头 简直一模一样 你说他们家为这姑娘 可不是下血本了吗 谁说不是呢 是 吃了打折的饭 还白老本书 事顾实惠的 这不张姐的吗 您干吗呢 把我去囤支胃 打几份喊心饭 我们也刚刚吃完饭 抬过来 是是是 是吗 拿着这本书啊 吃饭打半价的 真的啊 她家姑娘出的这本书 太好了 借我用一下 行行行 好好好 去吧 好好好 再见啊 再见 再见 走了啊 奉着熟人了今天 你都不知道 那个男玩家 眼睁睁看着我把怪 拉得死死的 都震惊了 好了好了 咱们今晚是不是应该 帮小慈做一点 新术推广什么的 太当然了 社交软件上 多发发宣传贴呗 微博什么的当然要发 但是像光年之外 这样的综合游戏平台 应该都得宣传 我让学生费也宣传一下 太好了 我们今晚上线 在游戏里宣传一下 顺便把任务清掉 行啊 有点经纪人的意思了 哪呀 你看你说的 如果这次做好了 我们就做全校的 宣传推广 一起吧 一起做呗 随着我小说的找回 光年之外的旅途 也接近尾声了 可我却不想离开 这神奇的大路 光年之外 给了我很多创作小说的灵感 或许 还会有更多的传奇 等待着我 和我的小伙伴们 去缔造呢 没事吧 快起来 没事吧 你们这些愚蠢的人类 等着做餐桌上的煮菜吧 哈哈哈哈 过去 这一货是谁设计的 也太丑了吧 要不是这家户掉的材料 是我转持高级弓箭手的 必备道具 我才不来打它呢 现在就来接受我的惩罚吧 这家伙的血太厚了 我快扛不住了 没关系 我可以叫一个召唤兽 召唤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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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 你说的召唤兽 怎么是你啊 你怎么才来啊 召唤兽 当人类面对危机 当正义受到挑战 守护人世间的真善美 我就是游走在光明与黑暗之间的 亦正亦邪的 召唤兽 废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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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打包子去 好的女王 女王 小丝 你怎么跟她说的 我之前叫她来 她死活都不愿意 我一叫她就来了 她就没提点儿 要求之类的 完全没有啊 而且 全程微笑服务 她都诚恺 对 我跟你说啊 这一货她花花肠子啊可多了 她这么爽快打影 肯定有阴谋 都别过来 我一个人能搞定 是 你说 我是不是该给真哥 加点血呀 大哥 你行不行啊 一定也累了 咱休息一分钟怎么样 啊 啊 你们四个人都搞不定 我一个人能打成这样 已经很不错了 你不是说你一个人能搞定吗 我说我一个人能搞定 又没说要搞多久 那你要搞多久 很快 很快 这招好厉害啊 嗯 那当然 这可是满极刺客 才有的独门绝招 真哥 你在掉血呢 打Boss吗 难免会受点小伤 真哥 你嘴唇都白了 像死人一样 没事的 再来一个Boss我照样打 好了 我去把Boss的关键道具拿过来 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嗯 嗯 女王大人 没什么事 小的就先走了 去吧 他 他刚才 又叫你女王大人啊 我求真行帮忙 结果他让我签了一份 不平等条约 打算使唤我一年 但是任何条约 都是有漏洞的 真行 到 假设你在伦敦 要去拜访一个英国朋友 应该带些什么礼物呢 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用英文来回答 这个 我从没见过英国朋友啊 那实在不行的话 送点腊肉 夏小慈好像去过英国 要不让他来回答这个问题 你胡说什么呢 这么点问题 你就让人家小慈帮你 要是哪天你真去了英国 还带着小慈一起去啊 这家伙笑成蔫儿呢一样 行 你坐下吧 看来是害怕英语不过关啊 好 今天我就来交代 终于轮到我争你了真行 什么样的礼节 找我有什么事啊 阿飞 请我喝咖啡的话 可是要请猫使咖啡的 来啊 把这签了 什么啊 这是什么 英语课服务项目定价细则 需要我为你介绍一下里面的 项目以及报价吗 等等 我们之前不是有协议吗 你要帮我做一年的英语作业啊 作业我招写啊 只不过那里面是额外的有偿服务 甲方夏小慈乙方真行 乙方在光年之外游戏中 每帮甲方刷满怪一百只 可兑换课堂提问提醒卡一张 两张提醒卡可兑换老师抽查挡架卡一张 游戏里每推导一个老板 折算三十次刷怪数 怎么样 够到盒里吧 后面还有呢 你要是能刷满五百只怪 可以换购超值大礼包一份 你不想知道大礼包里面有什么吗 你这是改行当奸商了呀 我觉得挺合理的 这有付出才有回报嘛 如果你不愿意的话 我走了 别别别 我欠 你就不再仔细看看啦 没事 万一我在里面藏了什么霸王条款呢 艾菲 你不是那种人 没事 艾菲 我相信你 好了 艾菲 你从现在开始不能叫我艾菲了 你要叫我女王大人 为什么 附加条款 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甲方称呼乙方为陛下的协议中旨 而乙方在有生之年 需尊称甲方为女王大人 这里写的呢 背面 还是用手写的 你别赖我 你自己没看到 这也太阴险了 这比我都阴险 对 这样 别的都好说 但能别叫女王大人吗 太丢脸了 你不要是吧 那我走了 别别别 女王 什么 女王 在大声点我没听见 女王大人 很好 我很满意 这么说 你一下子艾菲变女王了 怪不得这家伙被打吐血了都不让我们帮忙 如果我们帮他的话 就拿不到什么提琴卡了吧 你是女王 那真心就是你的 男宠 什么男宠啊 是赵幻少 随教随大的赵幻少 女王 女王 等等我们 女王 虽然早已经找到了小说 但现在光年之外 已经成为了我收获的一部分 冒险与战斗 魔法与刀剑 一座新世界的大门 向我敞开了 做的是什么破任务啊 这么多 还差一百三十二个 就满两百个了 怎么还有这么多 你没少算我的吧 你没做过吗 叫丢失爱情的玩偶 还差一百二十七个 还有一百二十五个 还要一百二十五个 好 我给你们拼了 来 摇到几个了 你以为这玩意那么好刷啊 金苹果可是游戏里面 出了棋的难调呢 是吗 那当初我怎么那么容易 刷到四个呢 你今天也得刷一个 不对 你得刷四个 一个呢 我拿来交任务 另外三个 我给企妹们尝尝先 这是不是在报复我 我这是为你好 学英语 最重要的呢 就是毅力 姚树 就是为了锻炼你 坚韧不拔的毅力 少废话 快干活 这哪是女娃 简直是女妖 我就喜欢你这种 不得不被我女 却又干不掉我的样子 没想到光年之外的出一只地 竟然这么夸去故地重游了 现在想来 当时孤独摇树的我 已经有了一大群小伙伴 一同奋斗了呢 喜欢上这个新世界的人 不止我一个 贞蕾 潘琪 晓琳 都跟我一起 在光年之外的世界里面奋战 贞蕾她开始喜欢玩光年之外 还要从她加入学生会那一刻说起 我 我 震蕾 看不出来 你对电脑程序这么有研究 学长过奖了 学妹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我是法律系的 你是学法律的 学法律的 怪不得呢 你逻辑思维这么缜密 有前途 来学妹 我们加个微信吧 以后要联系你的话 也能方便很多 对对对 好的 我 我也加个微信 推给你 那我 行吧 好了 什么声音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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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学妹 看不出来啊 你的琴弹得这么好啊 学长好 我叫梁晶晶 刚来学生会请抖抖指教 学妹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我是音乐学院的 怪不得呢 学音乐的 特别有气质 有前途 来学妹 加个微信吧 这样以后我们联系起来 也会方便很多 对对对 我也加 我也加 我来加吧 一会儿我推给你 来 好好好 学妹 你这个琴弹得也太好了 就是 真有实际吧 我看这张照片 特别有气质 长得还漂亮 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 接下来学生会的活动内容 大家请畅所议员吧 我们可以和艺术中心 合作举办一些大型的文艺活动 具体内容我也想过了 我们可以借鉴 像中国好声音这样的形式 举办一次 艺术最强音的选秀活动 这样的话 可以最大程度地调动 艺术学子的参与热情 我感觉这个提议很好 艺术最强音 这个名字很有力度 我也有个提议 好 艺术最强音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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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光年之外还存在什么 那一定是我躲在黑暗的角落 好近每分每秒在你的夜里穿梭 我陪你哭过痛过在这片星空 还宛如烟火身后在坠落心中 浩瀚的梦放进你的夜梦 时光重生里的相拥 我陪你笑着疯着到故事尽头 听回忆如果唱着我给的温柔 每时每刻在每个时空 我都会在你世界永远的守候 我陪你哭过痛过在这片星空 爱宛如烟火身后在坠落心中 浩瀚的梦放进你的夜梦 时光重生里的相拥 我陪你笑着疯着到故事尽头 听回忆如何唱着我给的温柔 每时每刻在每段时空 我都会在你世界永远的守候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